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Thank you, 麻煩 麻煩阿Joe 各位早晨 客氣一點 阿Joe 如果在兒童教會 我是廣叔叔 你這樣叫我 我也是會認你的 各位早晨 因為這裡 其實很多哥哥姐姐 看著我從廣仔變成廣老了 感謝剛剛 祈禱祝福星學禮 我有份了 我女兒今天 今天指定要我帶多一條東西上來 所以不要好奇 這是什麼 是蚊帶而已 OK 感謝主 我們繼續進入神的話語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很有趣 你知道我這段時間 今年都有一個主題焦點 而剛好 其實今天進到的章節裡面 也很回應 剛剛我們做了一個兒童祝福禮 在說家庭 我們進入到這個經文裡面 你記得在以色拉記裡面 我們說神很奇妙的感動 連未信主的人 都來准許那群以色列人 來回歸故土 來重建 但我們知道 那個焦點不是在聖殿而已 而是在人的身上 所以就說 我們去到第六章 其實聖殿搞定了 起好了 但餘下還有幾章 那神就興起以色拉 帶領祂來進行生命的重建 才是最重要的焦點 我們一起說好嗎 生命的重建 神很著重我們的生命 也特別著重我們跟祂的關係 所以我們上次看過 神興起了以色拉 是一個很好的人 祂能夠以道立人 很重視神的話語 用神的道來建立當時的群體 亦能夠有美好的生命見證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去守行計說 經祂守的錢不多 換作今天的單位 大概說兩千萬而已 但祂不會在當中混些什麼游泳 祂個人很正式 祂裡面有美好的品格與靈性 也祂最後懂得 祂倚靠神而得力 以至乎祂從神得力 祂能夠再去建立其他人 就是這樣 我們進到今天第八章了 我們看看故事又再發展下去 又發生什麼 又成為我們今天一個很大的提醒 我們來看經文好嗎 我們由第八章這裡開始 請再落多一版 我們會揀選當中有幾個經段 我們節綠式的來讀出 我們一起看 一二三 亞達涉世黃年間 跟我一起從巴比倫上來的人 他們的族長以及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 我把他們集合在通往阿哈雅的河邊 並且在那裡擲營三天 我察看祭司和人民的時侯 竟然發覺他們當中沒有利味人 於是我就立刻召集了 以利以借等領袖 同時也把兩位教師召來 我打發他們去見嘉飛的領袖亦多 我還教這些人怎样跟亦多和他的弟兄說 請他們派人去管理上帝的聖殿 因為他們是負責電疫工作的 蒙我們的上帝詩恩引導 他們就在以色列的曾孫和利味的孫子 末利的後裔中 給我們選出一位很出色的 名叫是利比的人來 此外還有他的弟兄和兒子共十八人 他們又選派了哈沙比亞和跟他在一起的 米拉利的子孫耶西亞 以及他的弟兄和兒子共二十人 此外還有二百二十個電疫 從前大衛和當時的領袖曾規定 聖殿裡要有一些博人 專門負責服侍利味人 現在他們也選了二百二十個這樣的博人 他們的名字全都被登記起來了 然後我就在阿哈雅河邊宣佈禁食 好讓我們有機會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 祈求他在路上保護我們的家眷和財物 賜我們平安 我曾對黃說過 我們上帝的手必會幫助尋求他的人 但他的威力和怒氣 卻要對付那些離棄他的人 要是請求波斯王派軍隊來護送我們 替我們抵擋路上敵人的襲擊 那就實在是太刁念了 於是我們就為這事禁食祈求上帝 他就應運了我們 Amen 好多謝大家一起用心讀出 剛剛我們說 對上去到第六章最後結束的時候 其實聖殿已經建好了 但餘下還有四章經文 以斯拉記總共有十章 還有七八九十四章 其實聖殿也建好了 還有什麼好說呢 原來神最在乎的不是建築物 而是那個百姓 所以以斯拉在這裡 神打發他再次帶領另一批百姓回歸的目的 是什麼呢 是去重建那幫子民屬靈的生命 這個是神非常重視的 神很重視我們有沒有一個敬虔的生命 神很重視我們有沒有堅守我們的信仰 特別能否可以入世卻而不屬世呢 不像他們當時 其實因為出現了一些問題 以斯拉才興起 要去處理他們 來到這裡 剛剛我們讀完第一節 其實就skip了十幾節 有些名字 當中比較巧合 我們剛剛讀起來也很艱難 但原來在第二至十四節裡面 有很多名字 有祭司後裔的名字 有來自王族的大衛後聚的名字 也有很多平民百姓 他又以十二個家族 代表著十二支派的形式 來列出 前前後後大概有一千五百人 這些名單是很刻意寫下來的 目的是什麼呢? 突顯在這千五個人裡面 都竟然沒有一個利美人 我們一輩子說好嗎? 竟然 這裡呢 那個經文最特別之處是竟然這兩個字 表達的是什麼呢? 以斯拉 千五個人 我們今天也不是千五人 我們也可能三百人 多五倍的人裡面竟然連一個利美人都沒有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以斯拉很驚訝 他就會想 為何連一個金願回來去興建 來建立子民百姓的生命的利美人都沒有呢? 你明白嗎? 這個說話代表什麼? 竟然發覺他們當中沒有利美人 我們打個比喻這麼說 假若就說 教會要裝修了 竟然一個師傅都沒有 我們搞旅行團 一個導遊都沒有 又或者我們建立學生的英文水平 有一個英文老師都沒有 當時說的是他們想去重建神子民的屬靈生命 卻竟然一個利美人都沒有 其實對於以斯拉來說 可能也不是第一次詫異 其實我們老在第一講 在第二章裡面 其實當時有首批在所羅巴伯這個領袖 帶領之下回歸的百姓 當時那裡大約接近五萬人 都知道只有1.5%的利美人 幾百個在當中 不過不知為何來到第八章 就一個都沒有了 利美人去哪裏呢 不如你問一下旁邊 那些利美人去哪裏呢 做甚麼 不理會開工嗎 去了訪行 阿炳哥說去了訪行 我們在質疑 甚至你想要死這班利美人之先 我們又看回頭 利美人其實是甚麼人 如果你記得在五經裡面曾經 有某些時刻 那幫百姓來叛逆神的時候 唯獨利美人 唯獨利美這個家族顯出對神一種熱心與忠誠的時候 以至乎神就說 好 我挑選他們 神就說 我特別挑選利美人來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投身 這班利美人要歸於他的 以至乎利美人獨特得他們有資格 就去負負責處理聖殿裡面的職務 做那些的憲制 處理那些的器具等等 也都是唯有他們來負責教導神子民 認識神律法的角色 你說 還不重要 重要吧 也都正不正啊 這個身份 你想不想做啊 好 再想一次 如果神今天挑選你 做利美人的角色 就是一生一世這樣 你都去侍奉主耶和華 你想不想呢 舉個手來看看 現在有很多手 但是 利美人還有一些特點 他們是甚麼呢 他們的生活 就只是建立在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獻之上 到了在文數記裡面說甚麼 我們請下下一張 他就說 以色列人當中出產的十分之一 就是獻給耶和華為舉祭的 我賜給利美人為業 所以就說 在以色列人當中 利美人是不可有產業的 這幫人 他的生活 就是建立在我們有多少個奉獻 然後他就可以收到多少了 不可以有產業 不可以買樓的 不可以置業的 當然你說很難上車 沒有固定薪金的 生活其實有時候也挺沒有安全感的 還做不做 很好啊 家樂仔 剛剛也有百多隻手 所以我們可能會先怪殺這幫利美人 其實我們也想想想 當時經歷了很長時間秘魯的日子 在外邦當中 其實沒有聖殿 就沒有公開 也都人民百姓 不會再這麼乖 去做十一奉獻 代表的是甚麼呢 沒有收入 生活無以迷計 所以我們想到 這幫利美人不願意回歸 回應這個呼召 其實可能都是有些苦衷的 你想想 如果祭司 在他們之上的 祭司有頭有臉 他們有地位 百姓都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有安穩的生活 但唯獨利美人 既無身份 無名利 以至乎他們在外邦的地方 可能已經落地生根了 有了自己的工作 甚至扶養了自己的家庭 現在你要再把我連根拔起 別玩了 但在這裏的確 好像以斯拉一樣 她驚訝 她說竟然利美人去了哪裏 他們現在最關注的是甚麼呢 相比起要在聖殿當中服侍神 到底會不會 他們現在的價值觀 早兩個星期 阿東跟我們說價值觀 他們會不會 事去維繫自己的生活 或者搞定自己的事 過於神的事情更重要呢 以至乎最後這個問題 如果利美人不再侍奉神 還算不算是利美人呢 當時以斯拉可能滿懷感慨 不見了人 忘卻了神的呼召 你想想 利美人其實他們畢生的呼召 他們的命定 其實就是去侍奉主 但若然失卻了我們人生的命定 還有沒有一個意義呢 如果用耶穌的說話就說 其實人藥賺得全世界 我們違背了神給我們的呼召 我們不能夠正中紅心的 又如何呢 所以在以斯拉這種感慨之餘 他也不是只繞上雙手 甚麼都不做 他在河邊 他就說甚麼呢 他打法人去找當時的領袖 易多 這個易多是甚麼人呢 我們很難完全的確定 但我們都多少相信 他應該是利美人的一些首領 一些有號召的人物 因為當以斯拉打法人去找易多 目的就是你來幫我們招聚人 派人去管理神的聖殿 結果在亦多這種號召帶動下 有兩個家庭被感動 有兩個利美的家族被感動 一個叫做士利比 另一個叫做耶穌亞 加上他們的弟兄 有多少人 你要加上士利比 耶穌亞自己本身 先看看 四十個 而在這四十個之外 還有甚麼人呢 原來當時說 還有一些聖殿裡面的博人 豁胡 專門負責服侍利美人的 有二百二十個 在和學本裡面 就將這些的博人 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甚麼離題靈 我們看到也很奇怪 意思就是那些電液 在聖殿裡面幫忙而已 特別這個制度可能是源自大衛 他設立聖殿的時候 一個制度 就說在利美人之外 要設立一些幫手 所以好聽一點 其實這群的博人 他們就是服侍 協助利美人的人 但是說得白一點 直一點的甚麼呢 其實他們是一群幫手 是阿四而已 大約是有二百二十個 阿四願意回應 遠超過那四十個利美人 四分一 五分一都未夠 其實這裡也帶給我們一個 好心去反省先看 是甚麼呢 如果我們今天這樣說 我們一起起來重建教會 但怎知道牧師傳道 到家長都不見了 到底 反而是 可能其他頂子會更熱心 有沒有搞錯了 所以今天剛剛 我們這裡上大半段的經文 如果總結起來 整個的訊息就是這個題目的字一樣 我們開工了 起來重建了 但是人呢 沒有 對上兩個星期 阿東跟我們說價值觀 很好 上星期 Winkin又跟我們分享到 原生家庭給我們一些影響 今天我也很想將整篇的訊息 直接帶進一個焦點應用 是家庭 重建我們的家庭 我們今天在座這裡 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了 甚至乎可能是做父母的了 到底 家庭 我們有沒有做好這個重建的角色 還是還是 今天如果我們呼召說 起來重建家庭了 但是一個人都沒有呢 所以今天我們很快 我們看說 神的心意就是家庭了 是甚麼 家庭多了沒有 跟你隔壁說 家庭多了沒有 你的家庭還沒不去 不過 神就說 他的心意要透過教會彰顯他的榮耀 但是教會的核心就是家庭 所以說當我們來到建造 Hilgo掌偶不停教導我們 建造就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來到建造我們的家 建造我們的房屋 甚至乎透過我們的家 有美好的見證 可以來傳福音 叫人來你家吃飯 但就認識耶穌的 神的原意是這樣的 但是很可惜 假設 如果我們今天說真的要呼召一群人出來 起來重建家庭 會不會呢 我將經文改一改 就說會不會我們走去 弄一張 若然我們說起來一起重建家庭 但我們來察看那個來重建家庭的名單的時候 卻竟然發現當中沒有父母 沒有爸爸媽媽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有甚麼盼望呢 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家庭是很不容易去營運的一個世代 奴運神父 有位其實有很多的著作 其實我也很常看他的書 覺得很多學習的 他就說我們面對新幾一代 大部分可能雙親都健在的 卻沒有父親 不陌生 我們說一個absent father 爸爸不在家的一個世代 不一定爸爸離婚的 不在的 只是說可能他人在卻心不在 不過很可能 我們面對連父母 母親都未必在家的一個更嚴峻的環境 我們在一個家庭的裡面 父母其實很重要的 一些專家跟我們說 父母至少在幾方面 要擔當一個建立孩童的角色 不論在他的知性 你知道我們今天兩性的角色是被受衝擊的 我早前要報一些話題之類的 在Google form上 打名、打電話、打電話、打電話 然後有一項讓我選擇的 你的性別 傳統應該是甚麼呢 只有男和女的 現在多一項的 其他的 我心想想我其實要做甚麼呢 你知道代表甚麼嗎 是代表這個世代 都不再認同神創造 只有男和女的分別 所以我們不單止要咬實 我們知道神的創造 不可以改變 更加是甚麼呢 其實更可惜 可能很多人 我們未必很懂得 真的如何去做一個男性 一個女性 所以就說在一個家庭裡面 特別 其實父親很重要的 父親就是活現給男生去看 何謂一個男人 但同時在女生的成長過程當中 父親的肯定都很重要的 以至乎帶進他的感性 他的情緒 能否有一個穩定的情緒 或者是他的情緒 可不可以有好的表達 好的那種抒發 做父母很重要的 母親可能是對子女的情感發展 特別重要 因為母親比較情感豐富 但是個人的安全感和自信 原來這些專家發現 我們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 往往是來自於權威人物的肯定 誰是家中的權威人物 應該是男人 這就是對於孩子的建立 到最後一點 很重要 靈性的發展 敬虔的父母 是讓子女來認識神 一個很重要的橋樑 不過很可惜 可能今天這條橋 可能很動搖 很多時如果我們自己都未穩定的時候 如何去建立好的下一代 但是你知不知道 在這四方面也好 這四方面 假若我們在家裡的父母不教 其實很多人很樂於幫你教 不論他學些什麼 他如何定位自己的男性女 或者他的靈性狀態也好 你不教 很多人願意幫你代勞 很多人除了幫你教他身邊的朋友 到文化 可能互聯網的世代 荷里活電影等等 因為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每一個孩子 包括你和我 其實你就是一個號碼 我們就是一個謀利的對象 今天我們不教孩子節制 不要出這個住客 今天我們不教孩子 上一章 你不教他節制 不教他什麼是目標意義 而那些遊戲公司手遊 他們就可以在你孩子身上 拿到很多的暴力 你知不知道 就是打機 今天我們年輕人不是很多 但是你也會看到有人打機 打機我們用頭半年 就是全球頭半年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課金 給錢 金就是錢 打機上面給錢 全球以國內遊戲市場 實際銷售收入來說 在頭半年 超過1400億 數不數到多少個零 不知道 肯定數錯了 騰訊你也聽過 騰訊旗下有一種 王牌的遊戲 就叫做王者榮耀 它很固定 位於全球每月吸金 最高的遊戲 每月吸不到的 全球吸16億 有多少個零 懂不懂 不懂 我早陣子去關心學生 放暑假 有個剛剛考完中錄DSE的學生 考完中錄 老婆考完中錄是什麼時候 4月 4月考完了 到現在我問她 平時有什麼做 打電話 打電話 不找兼職 打電話 打電話 比較重要 4月 打電話 到現在 我們上星期有些探訪 我們實踐 全民起動 余先生真的很有名 我們去探望福來村的長者 每個都認識20樓教會余先生 我們去探訪 找學生 我們教會的兒童發展基金的學生 有一個男生 我忘記了 去中二、中三 隨便 平時有什麼做 打機 要是打多久 六、七個小時 七、八個小時 一點都不奇怪 你不教 很多人幫你教的 你不教我們的兒女 貞結嗎 避孕套公司獲利 色情電影公司獲利 藥廠都會獲利 你不教她認識金錢的真正面貌嗎 財經專家又可以獲利 你不教她真理嗎 世界那些歪理 到魔鬼撒旦 你不教她認識耶穌嗎 異端邪教就可以進入了 請來下一張 這是我這段時間看的一本書 一本書就是外國的書 它說 Top 10 Dangerous Teen's Face 頭十位我們年輕人面對的危險 而當中他首先調整數字 他就說 我們剛剛講道 至今也大概30分鐘 在我們過去的30分鐘裡面 這個是美國當中的數字 就有29個小孩子想去自殺 57個離家出走 14個未婚懷孕產子 22個墮胎 600多個濫藥 到188個濫用酒精 你看到也可能覺得很嚴重 不過其實老實說 我看到這些固然很震驚 但是針不刺到肉 其實我們也不知痛 除非有一天在你自己身邊發生這樣的情況 你就會覺得真的很壞 但是事實真的很壞 但是事實真的很壞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教 其實大把人樂意去幫你教 教壞 教差 教你的子女 走在黑暗面 所以回來 聖經裡面 我們知道 神很重視我們家庭 就是這麼說 女人姊妹今天不只是跟父母說 我們每一個都有份建立我們的家 但特別在我們家庭當中 我們做父母到祖父母 聖經給我們一個鼓勵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節聖經 在生命記裡面 我們一起來讀這節聖經 一二三 你要盡心盡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所吩咐你的華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恩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 都要談論 這節聖經 請停留在這裡 不用落得這麼快 這節聖經在猶太裡面有個名字 叫做聽 Shamma 就說請你聽 留心聽 是猶太的家庭 每天他們早晚都會在家中中讀 特別是要讓孩童 從小到大 不停每天讀幾次 讓他們要學會為止 背了 是可以的 鼓勵你 如果你今天聽完這篇道 什麼都忘記 你試試背這段聖經 好嗎? 聽 因為原來在猶太人的家庭 猶太人的家庭 在教養方面 給我們一個不錯的榜樣 因為他們很重視家庭 猶太人認為 其實父親是家中 孩子第一個老師 而父母也要同時成為 孩童一個終身學習的對象 所以他們就會以整個舊約 那個五經 特別是五經 整個 Torah 而特別當中 最核心的精神 就是這段聽的經文 你都可以教導孩子 什麼呢? 全方位的 你都可以來愛神 用盡所有的 來愛上帝 來敬畏主 所以今天 他就說 我們做父母 其實 當然我們首先自己 有沒有這種盡力愛神的榜樣 讓孩童來學習 讓他們學習 認識到神的教訓 甚至乎 坐著你可以說的 吃飯的時候可以說的 其實不是正正是我們 所謂的原則裡面 一邊吃飯 一邊談 對話 建立孩童的生命 以至他們能夠認識神 一生來跟從主 我給多一個原因 想去鼓勵一下大家 今天捉緊去建立孩童的機會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請來下一張 對上禮拜 溫堅跟我們說原生家庭 一開始跟我們說 原來以撒受到他爸爸 阿伯拉罕的影響 有很多影子都很像他 好壞的都是 而以撒的老婆 就叫做利伯家 其實原來很有趣 利伯家也有很多地方 受著他的家庭所影響 我們聖經裡面 看不到他爸爸是怎樣 看不到他媽媽 因為沒有技術 但是我們看到的 利伯家的哥哥 叫做什麼名字 拉扮 是一個什麼呢 視財如命 看到淺雙眼放光幾個人 結果多少影響到利伯家 這裏不要這麼快下落下一張 有幾幅圖 亦有個孔孔給你 我想你一邊看的時候 我一邊說 你會加個什麼形容詞 去形容利伯家呢 首先就說 記得以撒 他想去找老婆 不是以撒找老婆 是阿伯拉罕想幫以撒找老婆 於是乎就叫有個仆人 千里少少回到故鄉裡面去找 結果看見這個女子容貌又盡美了 而且又很勤力在照顧那些落陶 並且一見到這個老伯人沒有水喝 幫他打水的 來招呼他 結果神就說 你就是他了 幫你主人的兒子 選他做老婆 在這裡 大頂我們可能可以說 看到的一個是手腳勤快的利伯家 很勤力的 做事行動順順順促的 以後他去到跟隨老伯人 回到家鄉 嫁了給以撒 接著他向神呼求 神給了他們一對的兒子 是誰呢? 以撒和雅各 底下抱著兩個嬰兒 是很開心的 很幸福的 很幸福的利伯家 不過幸福的故事又不是延續太久 因為父母各有偏心的對象 爸爸喜歡哥哥 媽媽喜歡弟弟 結果家裡開始有紛爭 弟弟還用詭計 欺騙了長子的名分 回來那件事 是不是? 直至最後 到了 父母年紀老邁都雙眼分花 就說要去分為產 這個媽媽利伯家 就顯出他著重金錢的一面 你記得他做了什麼? 他就疏擺兒子 弟弟就說 你穿上哥哥的衣服 你用羊毛披著在手裡 扮哥哥 哥哥周身毛 然後煮了爸爸最喜歡吃的食物 過去 領受長子相配的祝福 結果被他們行事成功 欺騙了長子名分的祝福 以至大地去服侍小 但是你知不知道 由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 堪稱在這個階段 是不擇手段的利伯家 其後的是什麼? 他再見不到 他最愛的這個兒子 就在他們欺騙了爸爸的祝福 哥哥知道了 當然是生氣到 就說我要殺了我弟弟為止 於是他就說 你不要坐在這裡了 你會被哥哥娶了你 你走吧 找回你的舅父 就由那天開始 再見不到他最愛的兒子 哪怕他用上多少的心思 去為他謀取最好的利益也好 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無盡懊悔的利伯家 終生抱恨 我們請下下一張 他就是他的價值觀擺錯位 他以金錢利益 比家庭中的和好 家人之間的關係 雖然他一出生 神已經說了 大器服是小的 如果不用這樣的詭計 其實神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 來讓弟弟得著祝福呢? 其實我有想過這麼說 都可以的 隨便或一天 哥哥出去打獵被野獸殺了 那弟弟便不用分 不用說只有三分二 百分百給你都可以 如果神要作供 其實怎麼用我們出手呢? 但他卻用了錯誤的方式 想去得著好處在兒子的身上 結果卻換來終生的懊悔 今天弟弟姐妹 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想和你祈禱 今天當你想到你自己的家庭的時候 不論是子女也好 還是上一代 或者是其他親戚 有什麼地方你覺得 是有點後悔的呢? 後悔當時 哎呀 如果那時候 那樣就好了 哎呀 早知道我就 什麼什麼 這樣的說話 有沒有說過呢? 就說 你想再做 或者不做某些事情 都沒有機會了 可能就是這一小的點 成為了你一生的遺憾 我和你分享 我有某些個位置 每次想回 其實自己都仍然會眼濕濕的 我有半盤棋很遺憾的 爸爸三年前走了 在三四年前左右 有一天帶著女兒放假 去找一下爺爺媽媽 吃完飯回到家裡坐下 四十年來都沒試過和爸爸捕棋 那天不知為什麼 突然之間興起 爸爸不如捕一下棋 誰知道 一捕就自知這些叫什麼 真是傻豬豬 那些很聰明的 我坐下去 不夠幾分鐘看見 糟了 我的下場一定是剝光豬 捕了第一盤 裡面心都跳了 當然我覺得挺開心的 從來沒試過和爸爸玩 想捕第二盤 但又有一點覺得 都是不對勁 找女兒過竅 我說女兒累了 爸爸你不捕住了 下次先 免得又輸得那麼慘烈 不過誰知道 九盤就成為 最後未捕完的半盤棋 從此之後都沒有這個機會 我都可以享受自己 為什麼不捕多幾盤 有些東西錯過了可能就是一輩子 一輩子的遺憾 到底有沒有這些說話 特別可能呢 你很想跟家人說的 把握那個機會 又回來和爸爸 一個相處的片段是什麼呢 早幾年爸爸最後離開的時候 在醫院一個獨立的病房 當時其實是正正COVID 最嚴重的階段 我們是超級感恩的 醫院安排了一個獨立的病房 就是給爸爸 過去十幾二十年前 回應了神一個呼召感動 來對他全職服侍 當時爸爸還沒信主 往往很多說話 時不時我記得爸爸的時候 是什麼呢 彈奮那些recruit 彈奮那些政府工 就是說海關請人 不用說下去的 我知道他說什麼 這個都成為 我跟他之間一個小小的心結 都不太敢拿出來說的 但是在病房裡面 最後幾晚了 爸爸也流離 不過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當他聽得到的 就繼續說吧 我當他聽得到就繼續說 有一晚自己 因為我們幾兄弟姊妹輪流 都怕著他最後幾天會走 我們輪流 都在醫院裡面陪著他 我也自己跟他說 我都明白他可能對於 也算是大學畢業 他有些期望的 但是我卻去回應 神給我一個呼召 我嘗試跟他分享我的想法 我裡面的感動 到我過去建立年星人的 很多經歷的祝福 他給不到什麼回應我 不過我希望他聽到 沒有 我很感恩 如果那一刻我不再說 其實我就 在半盤幾之外 又有多一個的遺憾 所以今天 鄧姊妹 把握一些的機會 特別和你的家人 來去建立 所以如果 我們請再下一章 我們今天說 在拆看這個 重建家庭的名單的時候 如果沒有爸爸媽媽了 我們真的不禁要問的 父母在哪裡呢 父母們為什麼不回應呢 你在關注什麼呢 甚至乎 最後這條問題有點harsh 如果做父母的 不教養子女 還是父母呢 這條問題可能有點尖銳 但的確也是 今天若然我們有我們的家 我們有沒有盡好一個本分呢 很明白 我們今天很多都是 雙親父母很忙的了 但是千萬不要把 靈性建立的責任 推了給教會也好 推了給老師也好 我很老實告訴你 我們在K班 即我大K班一下 你把孩子擺過來這一小時裡面 沒錯 我可以傳遞給他們的 是聖經的知識 是一些行為的指導 但是生命的影響 到信仰的傳承 是我們做不到的 是你回到家裡 你做爸爸媽媽才給到子女 所以最後 我很想我們用剛剛的經文 還有最後一個段落 都很能回應我們今天這個焦點 當時就說 好了 以斯拉點算完那幫的百姓 竟然沒有利味人 出於驚訝之餘 招聚到另一幫人 然後去做一件事情 他們在河邊宣佈禁食 就好讓他們能夠有機會 在神面前 牽卑下來 來祈禱 祈求神的保護 祈求神賜下平安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們沒有請求當時波斯王派軍隊 來幫助護送他們 代入我們今天的焦點 我們代入整個就是 建立家庭的一個焦點 其實這裡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圍著我們的家庭 來討告 是我們站在破口裡 謙卑地祈求上帝 這裡完全很問合我們今天所說的 他們說我們的家庭 原文裡面就是在說弱小的孩子 其實我們的孩童真的很弱小 剛剛我們說了多少多少 那些邪惡 那些文化 就上來扔你的弟弟 以至乎我們要有賴神良善的手 來幫助拖大他們 以至乎是什麼呢 我們將孩童 將我們的家庭 帶到神的奸 跟前來討告 我們做父母的 做祖父母的 我們都沒辦法 24小時陪在我們子女的身邊 但是唯獨 神的真理 唯獨神的聖靈 在他心裡面的時候 就可以伴隨他了 所以這裡最後他說 他沒有請求波斯王的幫助等等 其實很對 建立家庭 就是just between you and God 是你和上帝之間 一起合力的 不能假守於別人 你不用期望其他人的幫助就好 越幫越忙 是唯有你和上帝 一起來得合力 以至可以叫你 不論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走在神的心意當中 Amen Amen 最後我想我們一時有個回應 我們來祈禱 請你拿出你的手機來 很特別 很少叫你在崇拜裡面拿手機出來 不是打電話 當然 誰說打電話 不是回覆 WhatsApp 打開你的相簿 找一張家庭照出來 好嗎? 你說沒有 不是吧? 上Facebook自己找出來 盡可能找一張有你至親 原生家庭的相片出來 或者當然你說 不是 我最近有一些大的Family Gathering 成村人在這裡 可以的 沒問題的 找到嗎? 不要乘機 回覆這件 回覆那件 在你這個家庭照裡面 我想你逐一看他們家人的樣子 特別我想你想一件事 你和各位家人的相處裡面 有沒有哪一位 你們覺得 有著一種的遺憾 有著一些的鈣炭 或者是有著就是那種 哎呀 早知道 如果 怎樣怎樣的 這種的感受在裡面 就是說 你面對著它 可能大家在彼此過去 有著一些不開心的 有傷害過 沒處理 帶給你是一些的 後悔到感嘆的 或者就是 你有些的說話 你知道 應該跟它說 又或者是有些人 你應該更多 爭取一些 跟它相處 陪下它的時光 能不能想到呢? 有些的 如果有的 你輕輕點一下 頭給我便可以了 不用舉手 有些的 所以好不好 我們今天 我想特別 我們一起一個討告的回應 是什麼呢? 我們來祈求主給我們的勇氣 今天呢 我們不要叫神經瓦 講個竟然 要是說 主下我們就在這裏 由我們今天開始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改變的了 今早前 神討會 我記得Kieven長到最後 一個鼓勵很好的 我們有很大的空間是什麼? 改善的空間 那個是我們還有無限的 可以來到進步的空間的 求主的恩 幫助在我們家庭當中 產生那種的改變 好嗎? 我們一起起立吧 麻煩見大家對學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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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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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